各位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就是 14層樓高的 樂高人偶大樓 歡迎不亦樂乎會客室的 滴滴跟TY 哈囉 團體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滴滴 我是TY 我們是不亦樂乎會客室 非常厲害的團體 我先問一下兩位 這一棟大樓 兩位花多久時間蓋 三點的時間 然後用二手磚一個一個蓋起來 都是用二手磚 因為其實你近段話看到很多這種 牆面上其實都一些 斑駁啊 然後一些斑駁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很仿舊 然後你們當初蓋這棟大樓是 為什麼 就是我們自己都在收藏人夢 那就想說人夢有一個家 然後這棟大樓是 全世界獨一 因為沒有銅洞 這是你們自己設計的 對對對 我要跟大家講這棟大樓的細節非常多 不管是它這個 你看火把上的火炬 還是上面的雕飾啊 跟那個一磚一瓦那個感覺 你看那個櫥窗的窗花也都很漂亮 對 然後還有它每一層都有不同的主題 對不對 對每一層都有不同的故事 來你跟我們講一下 每一層大概是怎麼樣 像它下面這幾層都是漫威的超級英雄 一到三樓是漫威層 對漫威超級英雄 然後再來四樓 這個是鋼鐵人的單獨樓層 鋼鐵人 鋼鐵人大粉絲 那再往上是 再往上是一些其餘的電影系列人偶 而且你看它旁邊 它旁邊這個 這個展示的人偶 它是可以轉動的 我們今天也會為大家展示一些 單價比較高的一些樂高人偶 收藏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它這個裡面有非常多的人偶 這樣我不要怎麼看 這個其實我們是一層一層都可以把它拆開 然後可以對開 這一層還可以把它拆開 對對對 那我們趕快我們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沒有我們整個打開就是這麼澎湃 我跟你講幾樓耶 一棟大樓十四層 你們今天才帶來了十四層嗎 十四層 所以如果十四層加起來 那個高度應該是超過175公分 大概兩百多公分 兩百多公分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打開這麼澎湃 然後裡面呢 散居著非常多的小人生活在他們每個樓層 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今天不亦樂乎會是非常貼心 你看母親節要到了 還特別準備一個這個是 這個是樂高最新推出的花朵的系列 每一個花瓣都是 因為它是彎曲的 它不是做平面 所以它整個每個都做得很好 你看這個梗 都蠻立體 因為母親節我們有準備 四層加起來的小人物 太感人了吧你們 天下沒有白吃午餐 我們到處會出一個題目 大家要看到最後 我們就抽出這四個人 由胡亦樂乎這個惠特斯提供的人 謝謝你們 這個裡面喔 非常多你想要的角色都有 譬如說你看蜘蛛人啊鋼鐵俠啊 還有這個美國隊長都有 然後你說最貴的是這隻 對最貴的是這一隻 這個是神鬼奇航裡面的吧 對神鬼奇航裡面的 船長 深海原王 現在這一隻大概要多少錢 這一隻大概現在市面價大概是2,300元 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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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貴再來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通常它貴的就是它的配件 配件 然後可以加上它所屬的合組是 比較 對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合組 所以像我們一般去買 我們都會買很多合組回來 然後你們都會把人偶單獨拿出來 收集對不對 對 兩位收藏家 你們都是這個鋼鐵人的大粉絲 大粉絲啦 來跟我們講一下鋼鐵人的系列 來 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鋼鐵人 我們主要是收藏電影版本的鋼鐵人 對只有電影的版本 對 所以我們幫鋼鐵人就是設計了一套 他自己的那個格納褲 對 真的不誇張 你每一個都有 從馬克幾號 馬克1號 馬克1號到馬克845號 而且你看這個人偶非常近 你看連這個頭盔 對 它的可玩性程度我覺得非常高 像我手上這隻 這個可玩性非常高 這隻是 它是馬克50 欸這很帥 背後那個推進器 動感作 我先飛到位太高 現在這一隻大概多少錢 這個我記得現在也是 1000起跳 這隻是2001年的時候 樂高畫足漫威宇宙的第一隻超級英雄 20年前 20年前 這是20歲的 初版的 初版的 然後現在這個是新版的 對這個是2021年最新的蜘蛛人 那我們接下來看的是 也是電影主題 哈利波特的系列 哈利波特的系列 我先找哈利波特在哪裡 主角 主角在這裡 喔 主角 對 你說這一隻也是 這一隻是2001年 剛推出哈利波特的第一個合作 不是最早期的哈利嗎 它比較不同的是它上面的 衣服上面是 還沒有笑歸的圖案 好 算版本 要給大家看一下最一開始 最一開始怎樣 最一開始的話 被我們調侃的妙麗 有點 老雷蛋 老雷蛋 太醜了吧 怎麼弄這樣 改版之後就變漂亮 對 對你們兩個最有意義的一個樂高人 我的最有意義的人文應該算是這一隻 黑蝙蝠王 黑蝙蝠王 對 這一隻的話是我在1997年 很小很小的時候 第一個收的人文 這是你第一個玩的人 對 這隻是我第一隻 然後當時它的小小合作裡面 就只有這隻龍跟這一個黑蝙蝠王 然後這隻也是TY送給我 對 我看一下 第一個主角 他是主角老愛的 老愛的 這個很少見 尤其是這一隻我覺得 這個圖裝都很少見 它這個動物頭套的話 其實也是在樂高玩家裡面 算是大家有比較熱門的 動物頭套 動物頭套 我想問一下 像你們現在玩會怎麼玩 大概就這樣 大概會是這樣嗎 還是 這樣就是比較有童心的玩法 對 比較有童心的玩法 真的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玩 我會譬如說 這是壞人 這是敵人 完全咬到他的頭 之類的就是很像樂高玩電影裡面 那個感覺 對 我覺得這真的很像 其實我覺得 每個大人都有一個小朋友 住在心裡面 對 所以他就可以這樣子 好的 如果想要抽我們的四個人偶的話 我們今天題目來了 請問一下裡面最貴的樂高人偶 是哪一隻呢 就是我手上這隻 他的名字是什麼 我們在送他 這個福音樂和惠客室 提供的四個樂高人偶 我們隨機出啦 看你留言順序 我們就隨機出給你這樣子 記得要訂閱我們兩邊的頻道才有 好不好 福音樂圖 惠客室跟我們頻道 那喜歡超能力的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